学佛 很多人说念念经 磕磕头 实际上不进来 学佛它有基本点 学佛就是要好好做人 所以学菩萨的基本点 你想在人间做一个好菩萨 你首先要不见人过 但见己过 就是看别人都是好的 不要看到别人的毛病 要多看看自己身上的毛病 第二个就是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要记住 你只要种下去任何的因 一定会有果出来 今天你只要对别人善良 别人一定会对你善良 你今天只要跟别人作恶 别人一定会给你作恶 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所以只管自己拼命地做善事 不做坏事 你很快就会收到善果 第三 要无心 做什么事情都要放得下 要让以众生之心为己心 就是说要换位思考 今天我们在人间 很多夫妻吵架 很多人跟人之间的矛盾 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体会到别人的心 所以丈夫不能理解母亲 不能理解自己妻子的心 妻子不能理解丈夫在外面的压力 丈夫不能理解妻子在家里 一天下来是多么的辛苦 所以这个就是靠着一种能够理解别人为自己的心 你实际上呢 b说那个独 streamline 优优 ваш��요